歡迎收看獵豹投資360 今天恆新指數又反覆向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豹之星期一 其實說過在星期三或之前 升不穿24666點的本月高位就會反覆向下 如果有記得的朋友 在星期三之前的確從來都未升穿過這個高位 所以指數日圓的鎖料反覆向下 但也有些谷友問豹姐可否做淡倉 即是看淡一些 因為指數方面已經進行轉倉行動 下星期二期指會結算 星期三是股票極權和場外衍生工具的結算日 所以這一刻做淡的直播率非常低 當然我豹門的朋友昨天有勇敢的 例如海鮮小王子那些 他們昨天做了一些小熊 今天早上都要叫他們吃糊 因為如果你說你不吃糊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危險 因為指數叫拖著拖著 轉倉就比較難走一些比較大型的單邊 單邊上位單邊落 主張一個磨爛值的狀態 即是磨上磨落 升不上跌不下 你做一些奇拳 或者做一些叫做短線的步驟 可能有一點點痛苦 當然如果用旗子做一個區間來回 乒乓波打打法 那些是OK的 但在你做工具之前 你要知道情況 過夜的一定的風險 但如果不過夜的 搏邊數或點數就未必那麼多 所以自己儘管去衡量 用那個工具 用什麼工具才是好的工具 好的工具 今天最好的當然是炮姐 之前直播直播也講過的 9926 不抽就回大陸 因為其實這隻9926 人所共之 現在最大的Dream 炮姐上次講座都講得很清楚 明白 我們講新股主意的是什麼 有Dream 有前景 他之前講的那隻叫做飛鶴奶粉股 有Dream有前景 所以推介的時候 是上市時候 上次有實體講座的朋友都知道 上市之前我已經是推薦了這隻股票 至今升一倍有多 中國飛鶴 有很多股票的人都最近才推薦 但我講是上市6元左右 7元已經開始講 所以 好的股票一定要握緊 不要讓他走 走了就好像一個好人一樣 就回不了頭 當然不是羅志祥那類的好人 炮姐都大跌硬頸 終於做了這麼多年 竟然是一個這樣的人 不過其實都有點意料之內 這個小豬的渣男 相信都是最近最熱的話題之一 好了 我們不說小豬 先說回市 看看恆生指數 由今個月的低位 22,756點 到高位24,666點 波幅已經1,910點 以正常月份來說 中度波幅非常足夠 所以我的預測繼續保持 就是24,666點 以下就會做一個結算的形態 至於你說實質上結算點在哪裏 我估計推測來說 應該大概就是 24,000點至23,500點 在阻礙油密做一個倉位結算法 所以朋友儘管可以留意 下個月 這個5月份 又是另一個波動性的出現 其實你看回環球的疫情 上下波動方面 仍然是有些反反覆覆的 未必說是非常淡定 雖然歐洲方面 是說要堅持戴口罩 但是那個文水意識 仍然是一般般的 所以來說 不需要再在疫情上糾結 反而我們比較著重 內地的量匯 經濟的復甦情況 到底對我們有些什麼股票 可以受惠 第一隻當然是我的愛股 3323 中國建材 其實你這樣看回市 整體都是落進去 但是它的韌性 仍然是非常強勁的 這一隻 首先基建方面 是我們中國一個大的業 而且它的數量比較大 如果它推經濟的話 基建是不可能不使用這兩張牌 所以來說 這個914和3323 都是炮姐最近比較看好的板塊 特別是你看看 只要它不跌穿這些重心位 57.5 其實它已經可以繼續上去 有朋友就關注 譬如經信通訊和268 今天配股就打了下來 配股來說 其實你要先看這件事 客觀一點點 因為其實配股是一個大落貨 我和B君談好了這件事 然後再配股 通常價格是便宜一點 才可以帶貨 如果你市場上做的話 不是說不行的 但就是因為價錢的問題 譬如現價的話 假設在2342 經信通訊 譬如有1億的貨 我會打下很多牌 才能做得到 所以為何要做配股 人們覺得奇怪 明明市場上可以三個一熟多賣 為何會便宜一點出來 就是因為賣方也計算了 買方當然要看這隻股票 買方當然覺得我賺了這麼多 是時候只賺了 所以來講 配股是一個中性的 在我心目中 並不是說 完全是一個不好的 因為很多人誤解了一件事 就是說配股一定不好 又說什麼南非鑽石頂 700各方面 記得配股是一個中性的情況 不是代表好或者不好 只不過市場行為的輪動 知道了嗎 所以記得配股不代表不好 看看新股 很多人都關注 其實今天去來講 24元那些位置 今天也挺凌厲的 這隻康芳生物 之前那幾隻 炮姐去年說的 亞勝 各方面那些 全部都整理了幾乘 四乘起跳 因為最近的Dream 最好的空間 基本上都是一些醫藥系的新股 那些很有夢想的新股 為什麼 因為醫療很多年前 我們有很多病 肺病 或者是一些疾病 根本都不能醫 因為醫療的進步和發展 令到我們那個疾病是有利 所以人類要生存的 而且它要解決病的問題 所以多多錢都肯付 所以這個藥系股 基本上是非常有Dream 但你要留意一下 這隻是暫時沒有錢賺的 好像當年的美團 都是沒有錢賺的 但沒有錢賺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 有Dream 有夢想 有前景 有炒作 有尺寸 就可以炒得上 所以 抽新股就是要抽這些 其實抽一把手 先穩中一手 但你抽一手 中籤的12% 當然是你當抽獎 很重 買六合彩 六合彩的小獎 40元都不是這個數 所以抽新股的心態 不要跟我說 那些叫做 很難中 很難中 你又買六合彩 不合理 所以這些活動 你自己認清的風險 情況 覺得可以的就去馬 不要想太多 當然如果跌穿了10% 要遵守我的黃金法則去指洩 不是叫你一面倒 炮姐說好 就這樣衝 就不是這件事 你要定發指針指示位 沒有人是神仙 沒有人會必贏 但你可以控制到你的倉位 究竟是好 去壞 還是怎樣 所以你自己去控制 有朋友也會問 7261 看一看 納紙 大家看到嗎 ETF的情況 記得最忌忌是甚麼 知道有朋友留言給我看 他最忌忌就是磨爛隻 即磨上磨落 萬一他不走大單邊的話 一磨你就很慘 好像那隻3175的話 為甚麼偽然為斬情根 因為他擺明他這樣打下去 就算被你磨上來 你的本金都輸了 所以不用想 記得ETF的用處 永遠都是單邊向下的市 單邊向下的市 才好用 不要用到一些 叫做 向上的市 即是不要用一些 磨爛隻的市 因為磨爛隻的話 對他的ETF的損耗 是非常之大的 其實除了這些 基本的7261之外 其實在美股的世界 是很多不同類型的ETF 而且人們還有分一倍、兩倍 以及三倍的槓桿 所以選ETF的時候 其實可以是放眼世界 我甚麼時候都說 不要說是這麼片面 只是用回本土地 當然 你說7261 其實他追蹤蠟子的走勢 你也要看回他的情況 以及現在美股的情況是甚麼 就是在說他的波動性 有些磨爛隻的狀態 你們看到嗎 其實你看到這個價錢方面 很容易反映到蠟子 不上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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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的高低位是8900 66左右 可以分8500 即是短短四百零點波幅 不算一個很大的單邊 當然 上到這些位置好像很吸引 或者是雙頂再回落 是否這樣說 如果你說 你倒下去 例如8100 突然有些黑天鵝 衝出來又打下去 你可以進入這一隻 但是你入場的時候 記得三件事 第一 駐馬的控制 不要惡厭 麻煩 不要惡厭 第二 就是要定生死 我的法則是一個星期之內 一個星期之內 要定生死 不中鞭的 中鞭要吃 不中鞭都要走 為甚麼 因為我們最怕這些ETF是磨爛 磨上磨下 跌1% 再升1% 10元 跌了 花大一點 例子 10元跌了2元 8元再升3% 不是 2成 10元跌了2元 即跌了2成 8元再升2成是多少 只剩9.6元 如果來回來回 9.6元 再升2成 你的本金會全選好 明白嗎 所以知道這件事 就一個星期內 要定生死 不要太久去決定 因為這些其實不輪到你坐艇 你必須明白一件事 除非你好像之前這些 2019年的大單邊 為甚麼那時你看到 炮仔升得很漂亮 35元升到50元 完全是升升升升 為甚麼 因為人家每天都破頂 10月到2月中的時候 肺炎和危機 人家每天都破頂 所以才可以呈現這麼凌厲的聲勢 之後 因為它 因為它打了下來 所以 其實這些來說 你要知道它是一個單邊的聲勢 或者是跌勢 才會做 就不是一個磨爛者狀態 因為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好做 你看它好像有些毛毛的 所以這些要小心一點去做 不要這麼偏面 知道沒有 這些7261 7500 7300 全部都同添和同系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 好了 到241 阿里巴巴巴 我的愛股 阿里健康 這隻其實我看20元以上 因為我是看它的美麗前景 因為中國的藥業滲透率 只有6% 買藥率只有7% 簡直來說 人家都喜歡實體 下去藥房 即是你媽媽和我媽 去藥房買藥 但我發現原來網上購買是非常開心 根本不需要出來街上走 第二 我上網看到 有時在街上看到 都想回到淘寶買 為甚麼 因為同一件東西便宜這麼多 便宜了3、4、5成 為何我不淘寶買 又不用走出街 還有 就是那個 心透率高 平安好醫生 特別想說一下 因為這兩隻都是我的透號愛股 你看又升了 這隻最愛的股票炮 80元推薦到現在升了三成 基本上我警告粉絲 不要走 因為你走進去買不回來 這股票的下載率是十倍 App的問診率是升了九倍 是九倍 這麼強勁的公勢 其他的股票是做不到的 而且這隻可能就是下一隻的騰訊 因為大家很捨得花錢在醫療的世界上 而且業績方面 遠遠拋離第二至二十位 簡單來說 基本上它是一個壟斷性的在這個行業上面 所以平安好醫生和阿里健康 我們絕對看好 還有這個阿里健康方面 它的滲透率 剛才不是說網上賣約只有六至七個巴仙 其實在2025年大行推測是上升到十六至二十五個巴仙 換句話說 前景是無可限量的 還有這個官康肺炎來說 那些人的生活習慣和模式已經改變了 想和你們說 就是說 因為那些人已經習慣了在家裡看醫生 在家裡買藥 所以為何你看到G2000又要頂舖 街舖做不住 因為他們沒有跟著這個時代的發展 明白嗎 休息一會 我們稍後回來說一下旗權和喉雄的部署 歡迎回到獵豹投資360 有觀眾說 每周旗權經常被人忘了很難玩 其實我也想知道Aaron 你那個每周旗權究竟是用什麼策略 或者其實每周旗權適合什麼人的腦筋思維去玩 我相信我也會寫一篇文章去說一下 首先這個每周旗權就是 恆生指數會每個星期結算的旗權 那它有什麼優點呢 對於這個每月的旗權 那每周旗權的優點 就是因為它的時間值比較低 適合做長創 即是看爆邊 那爆邊來講 可能是月頭 那些結算的旗權會比較有利一點 那如果你說去到月底 這些叫做少少磨爛隻的狀態 但是你真的做每周旗權 我恐怕你會死得很慘 因為你看到 昨天升了83點 前天升了99點 即是每日波幅只有200至300點 很難玩這個每周旗權 每周旗權 可能是月頭的波幅還未撐到1910點 周常只有幾百點 五六百點再搏單邊爆上爆落 那時候就好玩 因為第一旗權 記得是享受加外的爆炸力 不是像粉絲身那些 特別是那些不提名 即是那些 經常都做價內權 現在還要結算 還要做價內權 怕自己不死 那些做法就很錯 旗權要爆炸力 必然是做一些價外 如果現在的窩 都收縮得七七八八 時間值也僅餘兩三日 細細地 其實有些什麼還可以做呢 大家知道嗎 其實這一個時間 比較上觀望一點 而且如果過夜牛紅症 適量做一點 是自己去衡量的風險 不是叫你躺身 而且有時做即時的期權 你的思維很清晰 如果跟我的朋友 每周的攻略 我會提示你們的攻略 以及教你們怎樣玩 譬如今天為例 今天做節目洩露少少天璣給大家聽聽 因為今個月的波幅 都走到尾段 亦都相信不會再穿 VIX方面 亦都搭回到三十邊左右 大家可以利用月尾期權 的槓桿夠大 200至400點之外 的corput long-tron 去做波動性 但今天來說 你見到它是偏向無難值的狀態 先跌了差不多200至300點 現在抽上來 之後再提示警告粉絲 不要再亂開紅 因為現在屬於轉倉高峰期 那些人又覺得 什麼叫轉倉高峰期 如果你有即時大力士機 就看看下面 轉倉高峰期 一般人應該看到 轉倉高峰期 現貨上這裡 今天最低23730 最高23900點 簡單來說 我不算你那個什麼裂口 其實開市之後的波動性 只有170點 那麼大把 因為要托著市場 讓人們轉倉 轉倉 什麼叫轉倉 不知道你說什麼 轉倉 你可以看看 總評倉數目 四月份的期指 是恆子大期 沒有了11252張 證明人們開始評這四月份的倉 轉倉行動是去到五月份 加了25892張 就開始搬倉過去了 就搬倉過去了 你這個評倉數目 接下來這幾天 你要看回 星期一、星期二 就全部開始推了五月份 但最後你看到四月份 其實都會有些人死都不評倉 可能有些人不同策略 大戶那些就不評 但當然 跟得我那些 我覺得你都是評了 如果你有肉食的話 還有期權都在結算之前都評了 因為我們叫不怕一萬 最怕萬一 特別是縮倉的朋友 因為可能你的錢 已經把握在袋裡 那些期權金都賺了 但因為你覺得自己平靡就好 省少少收入費 不要省少收入費 因為這收入費 可能會賠上沉重的教訓 因為試過月底的黑天鵝 灰犀牛 那些東西 就會令到市場大挫 你那個期權可能賺變蝕 或者蝕就變回上去 所以千萬不要賺 有朋友問中芯國際 要不要斬掉 記得買股票 一定要設置止讚止蝕 現在這個很尷尬 又回來了 其實我先看一天 這隻是14元的重點心理關口 先放一放 不需要太害怕 這隻不需要太害怕 因為其實你看到前景是OK的 不要太擔心 小小的波動性在所難免 當然你不可能拿去跟我的愛股 241和1833去比 因為這兩隻的銀性是非常強的 70元的推薦和12元的推薦 已經上了 我覺得平安好醫生的銀性 會更加高 因為前景整個概念 都配合得非常好 而且業績大反抗的時候 相信它就不是這些價位 可能是820、830 甚至乎更高都有可能 所以平安好醫生的朋友 記得坐穩一點 千萬不要亂下車 但你也要留意 因為它的含量比較高 即是股權集中度比較高 很多朋友喜歡問 其實股權集中度高 是否莊家股為非 首先不要想太多 股權集中 你怎麼看 凡事有兩面 股權集中 你可以說是容易去 沒有上沒有落 是沒有上 沒有落也很容易 比如這些微信妹股 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比如7、8、4 昨天都是微信妹 推薦朋友傳給我看 這些一定要避開 不用說 這些叫小龍女斷腸崖 都不用想 因為大媽摩摘了貨 打回來 很難和很難上去 如果不幸中伏 可能斬了去 買個教訓 可能會好一點 這些股票絕對不會推薦給大家 因為價碼問題 成交量問題 盈利問題 各方面問題 是不可能有炮傘爆發 推薦給大家 但如果你萬一中伏 最好就36計走為常獎 因為走不及的話 一會兒停牌 就真的沒有受報 所以大家要留意 昨天內險出了業績 印銹和平保 印銹好像比平保 印銹好像比平保 所以表現得很誠實 印銹很多朋友都再買 便宜 但這炮傘很悶 一直都不喜歡 因為它很呆滯 15、17元 然後跌下來 V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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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有V彈能力的股票 這些就叫V彈 完全補回列口 這些就叫V彈 今天阿里巴巴 開始一個良好的吸納 量機又來了 但如果你想罵的朋友 可以給他一點耐性 因為這隻這麼漂亮的股票 又做下個月的Shopput 190或176 記得176是上市價 基本上這個價錢以上 以附近是很難會輸 輸的比率是很低和很低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情況 黃金又抽上去 還有一個期間我想跟大家更新 因為那兩隻的壞東西 3175和3097 又升了 然後有人又拋傘 不是升了三成嗎 為什麼升得這麼少 這隻還掉了 你記得別人的建築物 FGX那隻好像是跟12月 我沒有記錯 你看看 現在升得很少 現在開始有些外子 這裏上升了17.36 如果這隻的話 你現在直接去炒 其有更加好 當然你炒到這隻 自己要吃風險 但很多朋友 因為這個浪大插大升 就收取了錢 當然你要衡量風險 始終你看到那些 奶野三分公司 中銀或IB 或者是 有一間不記得了 三間 一間就說 負數去逼客人要賠錢 一間就只銀六點幾個億 那三間都是有些問題 結算方面 轉倉的問題 但是 你們看Fresh sheet 炒基金 但通常它的 保障率都非常高 所以 入場之前要衡量 而且記得ETF 要多久之內 要缺勝負 一個星期之內 缺勝負 不要當它是股票這樣玩 因為ETF就是ETF 不是股票 ETF是不允許你和我磨爛隻 強行坐下去 去做死坐爛坐部署 因為 如果你強行坐下去 基本上可以肯定 你會有好結果 因為 第一 你磨上磨落 你又輸管理費 本金 各方面又輸 如果不中鞭 輸就更加慘 中鞭的 不會吃的 突然回信 盈利 又跟不足 那個建築物 所以 無論上還是下 你都要趕快 一個星期之後 跟我搞定 如果不是的話 你自己磨死 知道了嗎 總結一下 今天的資訊 就是 第二 就是 阿里巴巴開始出現 投資機遇 大家要記得 還有 旗子轉倉 高峰期已經到 下星期二 旗子結算 下星期三 場外衍生工具結算 今個月 24,660點 就是高位 下星期一 獵豹投資360 再見 拜拜 拜拜